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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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這個一筆個撥款 所以當時我是很憤怒 因為你熟悉公共政策 熟悉公共管理行政 熟悉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其實很多是 山頭主義 小集體 的利益集團 一班人控制一個山頭 就成為一個機構 接著就糖水滾糖魚 接著就互相吹捧,互相扶持,互相支持 我賺水,我賺水,你晉升,我晉升 社會福利機構 不少社會福利機構 很多都是 小圈子 的產品 當然不排除裡面有些人 當初成立的時候 或者一些資深的成員 是很有服務市民的理想 但是做做做得久 特別一些高級行政人員 是有些人賺食 不要阻人賺食 很明顯你是看到,當年已經看到 這個問題必然會出現 我真是不明白一些這麼 資深的政治人物,一個這麼代表性的政黨 可以完全漠視這些問題的存在 我 我一個這麼愚蠢 智商這麼低的人 有些智商高到180 我智商又不高 經驗又不多 又沒有什麼研究 純粹從一個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從一個公共政策角度去看問題 都評估到和都預測到 這些問題必然會出現 這些問題必然會出現 但是竟然 那些人盲目到 可以支持 這個毒樓 在這個社會福利界 就是這個的 滋生和這個的 繼續毒害 我們社會 毒害我們 服務的對象 很多老人家 很多單親 很多兒童 就是 香港福利發展到今天 那些老人院可以剝殺老人家的衣服 可以這樣存在 其實跟整個政策 有必然一定的關係 因為這個政策是鼓勵這些人掠水 鼓勵這些人濫權 鼓勵這些人以權謀私 你政府資助的服務 都可以肆無忌憚 不是政府直接資助的 是更加沒有人性 所以很失望 當時見到這樣的情況 到了08年 自從服務推展之後 很多投訴 很多事態的出現 政府就好像在壓力之下 要收收保保 那麼 當時 成立了個委員會檢討之後 就說定定了三十六個的 所謂建議 去這個 收保有關這個制度 所謂這個最佳 執行的指引 我記得當時 我是立法會社會福利委員會 的主席 當時開這個聽證會 請了那些人出來 當時我已經說 我對這個三十六個指引 沒有信心 三十六著最後就走為上著 很有興趣 真的很諷刺 三十六個指引 所以 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正如我開始的時候的定性 定義 既然是一個毒樓就要剷除 這個毒樓的存在 是沒有得醫的 你一定要剷除這個毒樓 當年前我向有關支持這個建議人士說 有些屬於教育界的 我說你既然這麼支持 這個一筆個撥款 剛才張超雄有說 為什麼你不在這個教育界 不在學校落實這個 這個一筆個撥款 原則一樣的 請人任你定人綱 看市場怎樣 靈活調配 為什麼學校不做 就是你的社工好欺負 那些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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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社工